科技变化快连儿童节目都要跟着进步 主持人不仅要找小朋友来担当 连节目内容都跟着变 突然是以往大家认为的这个单一形式 有科学有语言 还有这个实境秀 而今年的幼稚儿童 还有青少年电视节目评选 有90项的节目获得3.5颗星以上的评等 其中有些节目甚至是以戏剧的方式来呈现 连文化部的影视局长都觉得十分的惊奇 儿童节目越来越不一样 不单小主播说给大家听 连内容都变化万千 现在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太阳能板 它吸收了阳光的能量 来提供小瀑布电力哦 有科学有诚语 还要实境秀直接将新闻棚拉到户外 体验自己新闻自己做 小记者这样介绍给大家 然后呢我有听了就是 他有介绍北回国校 北回国县里面有经过哪些国家 户外景很辛苦很累 但是我还是喜欢 今年幼稚儿童季青少年电视节目评选 90项节目获得3.5颗星以上的平等 而这些节目有的连影视局长都看不出是儿童节目 我们没有想象是一种戏剧类 但是戏剧类的这种故事也适合儿童儿少们去观赏 可以对于一个事物的发展 事理的分析 它可以培养他们自己 本在成长过程中 他们必须要必备的一种智能 网络科技发达孩子不再单一接受讯息 不过却缺少独立思考能力 局长希望小朋友们可以透过多阅读多观察 进而加强自己说故事的能力 欢迎讯入朱家松蔡吉林台北采访报道